正爽赵丽颖都是圈内属一属二的超人气小花 两个人的作品都很多 代表作业很多 但是近日发现 赵丽颖在拍摄一组手拿枪的广告时 发现赵丽颖脸神带喜 网友表示他把广告拍成了电视剧 网友大呼过眼 跟正爽之前拍绝密者 路透曝光的照片对比 网友纷纷表示赵丽颖拍广告 比正爽拍戏还有眼镜流量和眼镜拍的区别 先上头眼神犀利 整个人冷了 让人害怕 空气十足 好有戏 赵丽颖穿一身黑 布禁十足 双手举强 看起来就像个十足的女客人 真的好霸气啊 眼神犀利 分分钟杀死了人 这就是演技 这样的广告效果 一定让人意犹未尽啊 看全身着 你又没有被这样的影宝摔倒 再看看正爽之前曝光的绝密者路透 首先正爽的颜值美出新高度 其次 正爽的眼神 大家看到没 至少没有了之前的瞪眼 不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同样是举枪 我宁愿相信正爽 是在拍广告 赵丽颖正爽 同时手拿枪 赵丽颖把广告拍成了电视剧 正爽把电视剧感觉 拍成了广告 唯唯 但是眼神空洞